巴基斯坦警方已逮捕前總統穆薩拉夫 並將他移送伊斯蘭堡一家法院 穆薩拉夫週五被逮捕 當日巴基斯坦一家法院駁回他的保釋要求 並下令逮捕他 罪名是他在2007年當政時罷免法官 一個法官週四下令逮捕穆薩拉夫後 他在保鏢的護送下迅速離開法庭 在1999年 穆薩拉夫在一次軍事政變中奪取政權 他在2008年面臨彈劾被逼下台